当年日本占领朝鲜之后 做出了无数灭解人性的事情 一具又一具尸体 被他们如同垃圾一样丢弃 日军在这里将韩国普通人抓来 进行着恐怖的圣化实验 造就出了一种带着无数畜手的可怕怪物 上世纪日本吞美朝鲜半岛后 将汉城改名为京城 日本军队在京城 招步朝鲜人做人体实验 而这实验的最终目的 是要研究一种名为那人的恐怖生物 军方拿走了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 随后便把所有尸体浇上汽油 剩下的活人则全部枪烧在牢中 做完这一切 他们这才开始点火 他们想要毁灭他们的罪行 和那个可怕的怪物 日方罪行被掩藏 可1943年的3月底 京城里出现了一件大事 京城最大的典当铺金玉堂 堂主张泰上被抓 张泰上富可敌伯 但这次他惹上的人是军官石川 石川的爱妾名字离奇失踪 他命令张堂上 在樱花落尽前找到名字 张泰上有一个绰号叫万事通 他知晓京城发生的一切事情 也掌握着京城所有的人脉 如果张泰上都找不到名字 那名字估计就凶多计少 樱花即将绽放 留给张泰上的时间不多 他知道这不是个容易的差事 便让手下们 尽快把典当铺的所有东西卖出去 因为他若是找不到名字 所有资产都会被石川收走 还会被石川送去战场 石川派了人在楼下监视张泰上 他想逃跑 也不能做得光明正大 所以张泰上两手准备 他一边动员所有线人寻找名字 另一边让人暗中处理店铺货物 他是专业的寻人侦探彩玉 但他也有找不到的人 他想要通过张泰上 找到的世纵多年的妈妈 可张泰上不知道他的身份 把他当成石川的手下 于是彩玉跟踪张泰上时 他故意把彩玉引去无人的巷子 张泰上身手很好 彩玉完全没料到 他会反将自己一军 张泰上用枪 逼他说出他的身份 但他动手动脚的习惯 让彩玉瞬间暴露 彩玉的身手居然不在他之下 知道张泰上用猪肝 先费彩玉的帽子 他才知道彩玉是个女人 两人打成平手 最后只能戏货停战 得知彩玉的来意后 张泰上十分不懈 他没有见过这么不礼貌的求人者 彩玉问张泰上 认不认识一个叫板本的日本人 他妈妈的失踪 似乎和板本有关 他想找到板本 但张泰上却说他不认识 其实他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他就是看不惯彩玉 鲁玉的性子而已 再说张泰上 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 他要忙着找名字 没时间去找那个板本 张泰上去找老拳 打听名字的消息 老拳明文出身 对亲日派家族极为反感 他一直劝说张泰上 卷钱出来为国解忧 可张泰上没有那么高尚 他只想留着钱 自己慢慢潇洒 没能从老拳这里 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张泰上只能回家 思考其他对策 不料手下竟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 他们请来了著名的寻人侦探 如果有侦探帮忙 一定可以顺利找到名字 见面之后才知道 来人正是彩玉 虽然晚上和彩玉有点不愉快 但得知彩玉的身份后 张泰上立马转变了态度 他说他知道板本是一个日本画家 如果彩玉他们帮他找到名字 那他就帮他们打听板本的下落 双方达成了合作 可他们不会知道 不管是名字还是板本 都和日本军方脱不了干系 板本在给日军当画师 日军囚禁了很多朝鲜人 时不时就会挑选几个用来做实验 他们把实验者单独关押 并在牢房里放上糕点和水 实验者饿得鸡肠碌碌 肯定会忍不住拿起糕点来吃 等到他们渴了 又会喝些军方准备的水 而这个时候 实验便正式开始了 实验结束后 板本便来画下牢房情况 牢房里漆黑一片 他打着手电筒慢慢靠近 却看到地上 躺着一具鲜血淋漓的尸体 墙上也有很多血手印 吃着脑子的怪物 拥有无数条触手 这些触手连接着怪物本体 有人对怪物开枪 又出现一个盘中之餐 但军官见此情形却十分满意 他觉得牢里的怪物是他的女神 因为这是他们做了无数场人体实验 才得到的成果 怪物身上拥有巨大的能量 仅仅是他放出来的包子 就足以杀掉一个人 老里的女球们 还不知危险以来来临 他们兴奋地去抓 和白雪一样的包子 只有一个穿着华丽衣裙的女人 对此退避不已 而事实证明他的躲避是正确的 监狱里宛如猎狱 但这场罪恶并非无人知晓 寻人震大彩玉 正和他父亲躲在监狱外面的医院大楼里 他本是帮张太上前来找人的 谁知竟刚好看到日军这边的情况 彩玉和张太上达成合作后 彩玉动作很快 当晚就潜入了石川家里观察情况 他知道石川还有个正牌夫人 一般爱却失踪 夫人肯定是嫌疑最大的男人 彩玉看见石川夫人 交了个什么东西给西装男 于是他便跟踪西装男一路追了出去 暗房两天后 他终于查到了一些事情 彩玉审问过负责送名字的车夫 车夫亲口承认 他把名字送去了瓮城医院 从那以后名字就再也没有出来 张太上决定去瓮城医院打探一番 可手下说瓮城医院只有日军和警员 或者是名门望族的人士才可以进去 张太上文言 立马想到了名门出身的老全 老全一直想要钱 推翻日军 张太上主动给了他一大笔钱 条件是兼用一下他的身份证件 老全当然不会拒绝这么好的事情 就这样 张太上带着彩玉妇女 顺利进入了瓮城医院 他让司机装病 吸引众人视线 这样彩玉就能进入大案室 寻找名字资料 没想到彩玉在这里面 遇到了一个爱国党 对方表示他知道更大的内幕 于是彩玉便打算跟他走一趟 此时危险性极大 他没有让张太上一起进去 所以张太上就准备带着司机先行离开 不料就在这时 医院里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 里面不知发生了何事 就要赶走所有前来就医的病人 张太上跟着人群离开了现场 殊不知医院内部的地下监狱里 正在发生一场可怕的灾难 为了控制牢房里的怪物 军官让人用氮气喷射牢房 随后他命人把沉睡的怪物装起来 准备运去别的地方 这怪物身上的包子散落一地 很多人接触到就全是溃蓝而死 这一晚医院的监狱里扔出了不少尸体 爱国党告诉彩玉 很多人都在医院失踪了 医院的监狱皆被森减 彩玉只能溜到对面的料望塔去 他在这个角度 刚好可以看到下面全景 而另一边 酒馆里来了个奇怪的客人 他一直在画画 酒馆老板认出 他画的是朝鲜女人 可奇怪的是 这客人明明是日本人 而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彩玉要找的版本 版本目睹了全城 也认出了怪物身上的项链 是属于老李一个大妈的 他不敢将自己看到的一切说出去 只能到酒馆来买穗 医院那边 事态越来越严重了 第二天张太尚得知消息 日军要彻底关闭医院 里面的人出不来 外面的人也进不去 想起生死未博的彩玉等人 张太尚实在是坐不住了 他决定冒险进去救人 因为又一个爱国党找上了他 他告诉张太尚 很多被抓进医院的人都死了 他和他的同志们想要调查 但同志们也一去不返 爱国党只拿到了一张布条 上面写着找到名字呢 日军医院里 到处都是人体标本 侦探财狱 看得冷汗直冒 但更让他心想不到的是 这里面居然还有胎儿的标本 日军毫无人性 然而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 这是日军 用人体试验做出来的怪物 这怪物拥有无数条触手 捡一个日本人 杀一个人 可日本军官 非但不阻止 还觉得怪物杀得好 怪物越强大 说明他们的研究越成功 至于他们手下死了多少人 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军官找到唯一一个 从怪物手中活下来的人 想要了解关于怪物的更多事情 得知怪物拥有超强的愈合力 军官嘴角的笑容 甚至更大了些 他们试图把怪物训练成自己人 每天都会丢几个朝鲜人 在怪物的牢笼之中 怪物饿得狠了 贱人就吃 而这便达到了日军 训养的目的 日军得意洋洋 殊不知侦探采玉等人 早已潜入了医院 除了采玉妇女外 这里还有朝鲜的爱国党 以及一名被迫加入日军的朝鲜小伙 这小伙天天受日军欺负 干着罪脏罪累的活 因为看不到出路 他想要上吊 却被采玉及时救了下来 得知采玉要找一个叫做明子的女人 他便自够奋勇地帮忙去找 小伙在牢房里 看到一名穿着华丽的女人 低声学乐后 确认她就是明子 于是他便把消息传给了采玉他们 采玉让爱国党把这事转告张太尚 张太尚得知了明子的消息 却不知道采玉是否安好 让她不要自找苦吃 在她看来进入那个医院的人 没人能活着出来 不管是明子还是采玉都是一样 她不肯帮忙 张太尚只能动用自己所有线人 全力打听和瓮城医院有关的人员 一家酒馆的老板 说她认识瓮城医院的化石板本 张太尚立即就来了兴趣 板本是采玉要找的人 现在一举两得 只要她通过酒馆老板见到板本 不仅能对采玉交差 还能跟随板本一起进入瓮城医院救人 但她必须在十点前进去 这样爱国党那边才能及时释放信号 可惜就在她去找板本时 一圈日本破本 堵住了她的去路 张太尚虽然是手了得 但是毫无架不住群狼 她很快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好不容易看到有巡警经过 可对方一看 老实者是日本人 便不敢再插手此事 以前张太尚只想做自己的生意 他觉得朝鲜如何 跟他没有关系 但他忽略了一件事 有我才有家 我若都没了 谁害父把你当回事呢 张太尚决定 想其他办法进入瓮城医院 不管付出多少资金 和多大代价 他都要去救人 幸运的是 板本被没走 他主动找到了张太尚 并让他躲在自己车里 率力进入了瓮城医院 只是张太尚进来时 并没有在约定地点 看到彩玉等人 好在彩玉在墙上留了个记号 他去楼顶探路去了 他爸爸帮他把风 彩玉则从管道爬进去查看情况 他在这下面 看到了很多人气标本 还看到了一些被困的女人孩子 彩玉把他们救了出来 顺道解决了一个瓷兽医生 只是他出来的不促巧 刚好有一群日军在这里休息 为了救下彩玉 爸爸不惜引开那群日军的注意 但他只有一个人 要怎么解决这么多持枪的士兵呢 好在下一秒 天空绽放了绚丽的烟花 这是爱国党的信号 这下他们终于可以动手了 彩玉和爸爸 联手对付这些日军 杀到最后一个人时 张太尚也终于赶到了现场 可惜彩玉救出了一堆被困者 里面全面有张太尚要找的名字 彩玉让张太尚先把这些人带出去 而他则留下来继续寻找名字 他知道名字的位置 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很快就能把名字带出来 这个巨大的怪物是日军的杰作 不知道看到这一幕的张太尚 会不会后悔自己刚才的选择呢 为了救出十川军官的爱切名字 张太尚利用了自己的全部人带 可就在他出发前往瓮城医院时 名门大少老权竟然也要跟着去 老权是爱国党的人 他们组织有人被困在了瓮城医院里 他想加入张太尚的队伍 但当他跟着张太尚来到瓮城医院后 却看到侦探彩玉救出了一群可怜的孩子 名字没有一点消息 虽然彩玉说他会再去找名字 可张太尚放心不下 他决定和他一起去 但老权看到被绑的日军却起了别的心思 他背着张太尚等人杀掉了这些人 而他动手的场景 全被另一栋楼的哨兵看在了眼里 等到日军匆匆赶到楼顶时 还看到了老权留下的朝鲜必胜不条 这下日军彻底炸开了锅 他们全院警戒搜查入侵者踪迹 可张太尚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张太尚把自己的衣服脱下 披在最大的一个男孩身上 并让这个男孩装作三轮车夫 送其他孩子离开这里 他们躲在化石版本的屋里 寻找可用的箱子 就在这时 小鸟孩的尖叫引起了路过日军的树翼 但他没有声张 而是把这事上报了上去 张太尚的女孩被什么吓到了 可女孩一句话也不说 张太尚进入他背后的房间 发现里面全是关于人体结构和怪物的话 彩玉不敢想象 日军在这医院里干了什么 张太尚也意识到危险 他不想把彩玉牵涉进来 就告诉了彩玉版本的身份 当初他和彩玉的约定 是彩玉帮他找名词 他把彩玉找版本 现在版本找到了 彩玉没有理由还继续帮他 彩玉因为版本画过他妈妈 他看见过什么 更不敢告诉他们 这座医院真正的秘密 日军用活人做试验 十万人里制作出了一个怪物后 他们便开始用活人喂养怪物 日军丧心病狂 版本不敢说出他了解的真相 他希望张太尚尽快把名词救出去 谁知就在那群孩子撤离之际 日军追过来要求他开箱检查 幸好那群孩子早已逃走了 所以这次的开箱 并没有检查出什么东西 那群孩子逃出去后 便躲到了张太尚的金玉堂里 可与此同时 望城医院也迎来了一位贵客 这个女人是十川军官的夫人 之前张太尚去找过她帮忙 所以她知道张太尚 接入了望城医院 十川夫人在这里的地位极高 不知道这家医院和她是什么关系 她告诉医生 她送来的那个名字不能杀 在名字剩下孩子之前 她不能受伤也不能死 听到这话 医生冷汗直冒 她把名字丢在多人牢房里 昨晚名字 差点就被怪物的包子烧死了 她赶紧让人 把名字转移去别的牢房 名字还以为自己命不久矣 她惊呼大叫 结果叫声 引来了怪物的注意 但这一情况 没有被任何一个人发现 直到怪物开始大开杀戒 日军方才察觉到了危机 他们狼狈逃窜 张太尚他们 则在和林里波日军对抗 此人终究还是被逮住了 身后的日军 逼张太尚交出枪支 见张太尚不反抗 他还以为自己赢定了 怪物那边的日军 倒了一片 张太尚这边的日军 也死了一群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张太尚决定分头行动 他和彩玉一组 但两人刚刚走出这个房间 就看到怪物 提着个鬼子 缓缓走路过来 十米高的怪物 一根触角 就可以击断钢筋 而这样的触角 在怪物身上 还有180根 张太尚被他追得连连躲藏 暗处的彩玉箭撞 立即冲出来救他 没有子弹了 这下彩玉 也只有逃跑的份 可他们前脚刚走 怪物后脚 就把身上的子弹 全部丢了出来 他拥有超强运河能力 基本没什么东西 能要他的命 跟他对上 完全没有一点胜算 张太尚找到 一处两米厚的铁门 他和彩玉躲在里面 但以怪物的力量 这扇门 多半支撑不了多久 好在彩玉的爸爸 也跟了过来 他不敢惹怒怪物 只是悄悄在怪物后面 撒上了60度的白酒 紧接着 他倒上一些黑火药 张太尚不知道 外面发生了什么 他让彩玉 赶紧找别的出路 彩玉根据地图 得知过路市后面 可以通到中央通风口 于是两人 便准备前往过路市 可惜当他们转身之际 树架长墙 齐齐对准了他们的脑袋 他们把张太尚和彩玉 抓了起来 和张太尚一起进来的老全 不知道他们出事了 此刻还在牢房里 和爱国党的人叙旧 他的目标 其实并不是把他们救出去 而是获得他们知晓的账单位置 老全细细答答地保证 他以后一定会救他们出去 但这话刚刚说完 身后就出现了几个日军 老全投机不成十八米 这下他也和张太尚一样 被抓了起来 不过他是名门之子 就算被抓 也不会有姓名之忧 这些日军会利用他 向他的家族勒索钱财 而张太尚那边也是如此 作为富可帝国的富商 张太尚身上的油水 不比老全身上的少 有个日军 直接开口问张太尚 要房要钱 他说他之前就看到了张太尚 可他当时没有把此事说出来 他不在意张太尚来这里干什么 只要张太尚能给他好处 他甚至可以站在张太尚这边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退幕 但没钱的彩玉就惨了 有个日军 想要对他进行禽兽之事 彩玉的衣服都差点被脱下 好在日军长官 及时赶来了现场 彩玉这才讨卧了一劫 这日军长官觉得彩玉很眼熟 他问彩玉叫什么名字 来这里做什么 得知彩玉是来找他妈妈 这人的表情 顿时变得奇怪了起来 日军长官明白了什么 但他没有把真相告诉彩玉 他让人把彩玉关进牢房 而这个牢房正是以前 关押过彩玉妈妈的那一间 彩玉妈妈曾在墙上 写下过彩玉名字 彩玉看到这个才知道 妈妈也是实验者之一 她哭得撕心裂肺 连张太尚过来了 她都没反应 张太尚答应了那个日军的条件 不过他也有条件 第一 帮他给金玉堂的人传话 这样金玉堂的手下 才能找老权的父亲合作 第二 让守卫和哨兵 离开他们的岗位 这样张太尚才能逃出监狱 第三 把彩玉的位置告诉张太尚 这样张太尚才能把他救出来 但因为这样 就能顺利逃离这里 随着彩玉出来后 根本不想走 他说他要去找他妈妈 还让张太尚自己去找名字 张太尚见说服不了他 两人只能分头行动 彩玉吃枪 来到日军军官这里 他试图逼问出他妈妈的下落 可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枪声也响了起来 当张太尚 好不容易救出所有被困者时 他们这拨人 也被怪物给盯上了 有人想要去救他同伴 张太尚独占怪物 可怪物根本不怕子弹 好在这时张太尚 看到了地上的液压氮气 他想起实验室里 全是这个东西 便猜测至多半 是用来对付怪物的武器 张太尚决定劈死一搏 他一边阻挡怪物前进 一边拼命打开氮气管 终于在怪物 扑向他的前一秒 氮气限制了怪物的行动 但张太尚 不敢多呆 他只能迅速带人 逃离此地 怪物身上的包子 也是有毒的 一旦碰到人的身体 人就会被灼烧而死 采鱼还想逼问日军长官 说出他妈妈的项落 可他得到的答案 却是致命的 原来那个怪物 就是他妈妈 怪物身上的项链 正是采鱼小时候 送给妈妈的那条 采鱼再次落到了日军手里 这一次 他被关到了怪物的牢笼之中 日军想要看他被怪物吃掉 可他们忘了 采鱼还有个同伴 也在这里 张太尚救出了其他人后 便和采鱼爸爸会合 他把这些人 交给采鱼爸爸保护 而他则去寻找采鱼的下落 现在张太尚的手下们 已经在开始行动了 大街小巷 都是金玉堂的信息中心 他们要干一件大事 很快 石川军官就来到了瓮城医院 他是警局的官员 收到消息说 最近失踪的妇女儿童 都和瓮城医院有关 于是他就带人过来搜场 医生还想遇传染病 唯有拦住他 但石川可不是那么好妇佑的 医生只能让石川进去搜场 他知道石川 想要找他的爱切名字 也清楚名字 是被石川妇人送来的 所以他立马让人 把名字转移到别的地方 与此同时 怪物也被日军 用叶丹逼进了牢笼 平时这时候 他看见笼子里有人 就会将其大剁食物 但这次 他面对的是他的女儿 不知道他能否抵抗住 那人的欲望 怪物逐渐 朝着彩玉靠近 看着面目全非的妈妈 彩玉崩溃地 喊出了妈妈儿子 谁知这句话 真的让怪物停住了脚步 他想起了一些模糊的画面 母爱在和体内的怪物作斗争 最后还是爱战胜了一切 日军察觉部队立马开枪 可他直接被彩玉挡下了子弹 爱让他疯狂长出枝条 他的血流了一地 但他身上的彩玉却毫发无杀 氮气会毁掉怪物的身体 可他依然护住了彩玉 他把彩玉扔去了安全的地方 这就是母爱的力量 彩玉崩溃至极 他想要过去救他妈妈 但张太尚已经赶来了现场 张太尚抱着他 离开了这个牢笼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他们现在要做的是集结人手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 他们和日军之间 势必要来一场了断